Hi,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個可能沒有什麼人關心的產品 這是我們的LeLightBridge CRLS反光版 在開箱這個CRLS之前如果你對反光這件事情不太熟悉 或者是你想要看看我怎麼玩反光的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拍片日常8、9、10 全部都在講反光的這件事情 那有人說為什麼反光用鏡子或者是珍珠版 或者是控光幕柔光幕之類的 就可以有柔光進來或是硬光進來 為什麼我還要買一個CRLS系統呢? 那我有點出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柔光等級的選擇 像現在我們照射的鏡子就是一個非常硬 那另外一個是白色的板子 所以就是非常柔和 我們只有0跟100要硬或者是超柔的選項 但是我們中間完全沒有說 欸我想要稍微硬一點或是稍微軟一點的選項 那CRLS就可以辦到這件事情 第二個重點就是因為它是用反光的方式來打燈 所以你可以把很重的燈本體放在地板上 或者是就放矮腳上面 你就不用用那個什麼齒輪腳啊 去那裡登登登登登 然後搖到很高的地方 然後又要怕它會摔倒或怎樣 然後又要墊沙包之類的 完全不用 你燈放在地上就不會倒啊 就非常方便 像我自己一個人拍片 很難去帶很多很多的沙包 那就變成風險比較大 可能風大啊 燈會被吹飛之類的 但是用這個CRLS 希望就是不用 就是不用帶這麼多的沙包 也可以安全的拍片 第三個非常厲害的重點 就是它可以控制柔光的方向與範圍 所以如果你有用過珍珠板 或者是控光木 就是那種很大蝴蝶框控光木之類的 你就知道它照過去的話 那是180度的亂射 完全無法控制 那你要控制的話 你就是要用黑漆板 然後去那裡遮來遮去 然後你就會有很多很多的西角 或者是你就是耍廢 你就是一個柔光木 就這樣通過去 你的光就亂照 你也不理它 那這就是我買這個反光版的主要三大原因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所以我買的這一個是25x25的版本 就是四片25x25的反光鏡 那盒子裡面有一片CRLS的擦拭布 那盒子裡面還有保證卡跟說明書 還有一本產品介紹的本本 那我還買了兩組的公投接座 就是你要有這個公投 你才能把這個反光鏡 架到你的任何的七號桿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上面 OK 兩個公投跟兩個安全鋼索 OK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個 CRLS 25x25的外包裝 它看起來是名牌 但我沒有看過這個名牌 它叫做Cordora 然後它是義大利製造的外包裝 這個單獨買我記得也還蠻貴的 那它的反光鏡也還蠻容易拿出來跟放回去的 它裡面就是四片反光板 然後有四種不同的柔光等級 裡面每一片反光鏡都可以單獨拿出來 那它的包裝就有一點像是軟軟的滑鼠墊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樣買套裝它旁邊這樣子把你的繩子綁起來 你這樣的反光鏡會比較容易拿出來 也比較容易放進去 就旁邊不會有一條繩子在那裡勾來勾去 那如果你是把單片單片包裝拿來塞進去或拿出來 它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你會旁邊這裡有繩子 就會跟你的反光板打架 那我再講一下這個外包裝 它真的還蠻堅固的吧 感覺是還蠻堅固 它的前後跟下面都有非常硬的板子可以支撐它 所以你應該是不會因為撞到什麼東西 然後讓你的反光鏡變形或是怎麼樣 OK 這是我們的CRLS的開箱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直接把我們的鏡子換掉 看看到底差距多大呢 就是我們平常用的是IKEA 一片幾十塊的鏡子 那跟幾萬塊的鏡子 看看有什麼差別 看看有什麼更多的發揮創意空間之類的 第一個我們先用跟現在目前配置差不多的方式 就是上面我們用一號最硬的CRLS 那下面呢我們用四號最柔和的CRLS 看看效果如何 OK 那我們完成啦 那我們上面放是一號等級 下面是放四號等級 那上面一號等級 看很明顯就是這邊已經過曝了 就是已經大爆炸了 所以它的光線輸出比較強 那他們是說越大面積的 它收到了光越多 所以它反射光線強度會可以更強 那小了就是比較弱這樣子 上面這個一號現在照的是後面這個光束 那它的影子已經蠻柔和的 就是稍微離開一點點 它的影子就已經變成 朦朧的影子 效果還蠻讚的 那下面這一片四號的柔光等級 你乍看可能看起來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但它其實是已經照射到我整個拍攝的範圍 它就是有一個範圍 然後照過來 所以你把它偏掉的話 然後現在我把四號偏掉了 所以應該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就這邊有一個柔和的光線 加強我的立體感的感覺 到目前這裡我覺得已經很酷了 就是你可以用一盞燈 一條光束 就可以照出不同的光源 而且有不同光質的光源 這就超猛 而且是輕輕的一片板子 它是鋁合金的 所以超輕 它比那個鏡子玻璃的那種鏡子輕太多了 我們來量量看它到底多重 這樣一片反光板才390克 超輕 你去找一片25x25的玻璃鏡子 肯定超重 這25x25 而且四片這樣 杯子就走 真的是超讚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點變化 像是我覺得現在下面這一片的四號鏡子 有一點太柔和了 我想要讓它有一點 更多處理 然後更有指向性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換成3號來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下面這一片 從4號換成3號 那差別應該還蠻明顯的吧 就是我們光線出力變強了 我們的光線還是柔和 但是你可以更指向 然後更容易去控制它的光線範圍 那你覺得我們下面這一片3號 好像還是太柔和了 我們可以就直接輕鬆的換成2號 而且不用改變任何的位置 你就抽掉換上去就好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抽換 然後來決定說我們要多柔和的光線 多硬的光線 那我們現在2號已經跟後面這個1號 還蠻接近的 就是已經是硬光的表現 像是現在我覺得 這個光線有點太強了 我想要讓它變弱一點 那很簡單 我們不用去調整我們的光 如果你下面是HMI 你也沒有辦法調很多東西 那你現在只需要把我們的反光板 往旁邊挪一點點 角度還是一樣 就是往旁邊挪一點點 我們的光線就會變弱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調弱到 我們想要的光線強度 非常方便 這樣有點像是內建Deamer的感覺 而且你這樣子調整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下面的光出力打出來 如果你想要整體的光線調低 你就把下面的光調低 這樣有什麼優點呢 就是我們兩片的反光板 反射出來的光筆 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整體的光線調暗 或整體的光線調亮 光比正確的話 欸? 這樣子調整真的是非常方便說 欸我們現在要整體 加量個三 一檔啊 一檔 三檔太多了 一檔好 那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加一檔光上去 接下來我們要比較科學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1到4不同柔光等級的反光板 反光出來的光質 還有它的影子呈現的效果 到底怎麼樣 接下來我的特殊環境就是 我放一台攝影機在地上 拍攝前方的鏡物 那鏡物離光源大概6公尺左右 光源的距離就是物件到反光板的距離 加上反光板到燈頭的距離 這樣總共是6公尺 那我們把所有燈關掉是全黑的狀態 我們把燈打開 LED燈光源就是我們這個室內唯一的光源 現在地板磁磚是60公分 所以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們影子多快變得柔和 我們第一個就來看一下 我們柔光等級1黑色這一片 它目前是我們這個組合裡面 光質最硬的一片 那你可以再稍微仔細看一下 我們腳重疊的影子效果 明暗交界的部分已經稍微變大一點 因為這是25x25的公分 還是會有一定的柔光程度在 不會有那種非常銳利 直接從黑跳到白的感覺 下一片是我們的柔光等級2 藍色的這一片 那我們的影子邊緣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它已經變得柔和許多 靠近物體邊緣的影子 可能還稍微有一點銳利 但是你超過大概15-20公分之後 它的影子就變得柔和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腳重疊的影子 已經完全沒有那個生硬的線條 影子已經變柔和非常非常多 那物體的明暗交接呢 我覺得就在稍微柔和一點點而已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柔和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用25x25的板子 所以我們的明暗交接理論上 應該不太會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的光線強度也有了變化 我們2號的柔光等級跟1號的柔光等級 已經差距了1有3分之1檔的光 那下一片我們看柔光等級3 紫色的這一片 那很明顯的它的影子又更加柔和了 我們已經幾乎沒有硬邦邦的影子了 我們差不多10公分左右 我們的影子就變得超級柔和 那我們看一下腳影子重疊的部分 已經還蠻多光線已經照到我們的影子裡面去 讓我們比較細節的凹凸表面 已經變成平整的許多 因為我們的25x25的板子 已經讓光線照到我們影子裡面 讓不平整的表面 讓它少了一點立體感 讓表面看起來更光滑更柔順的一些 那我們3號跟2號的反光板 也相差了1有3分之1檔的光線 接下來我們來到4號柔光等級 白色的這一塊板子 那我們的影子差不多1公尺左右 我們就已經完全看不到 我們影子輪廓在哪裡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柔和 那我們的明暗交接線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板子大小 會影響明暗交接線的純線 越大的板子 你的明暗交接線就會越大 讓光線更慢的從亮到暗 那越小的板子就會更快的從亮到暗 那我們看一下角影子重疊的部分 整個就是變得非常非常的柔和 也幾乎已經看不到我們影子邊緣輪廓 那仔細看一下我們影像細節的部分 我們粗糙的表面已經都變得非常非常平滑 這4號的柔光板 已經幾乎把我們細節的影子全部都處理掉 那至於光線出力的部分 我們這一片4號等級比剛剛3號等級 還要少了1又1分之1的光 又少了更多的光線 那現在我們要來講CRLS1號 黑色的這一塊板子 那它其實跟鏡子已經幾乎非常非常接近了 但是它還是柔和了一些些 我拿了我的IKEA 20x20的鏡子 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鏡子照出來的光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銳利 那CRLS也有出一個新的板子 柔光等級0的跟鏡子一樣反光效果的 完全你給它什麼光 它就會反射出什麼光 那像那一塊柔光等級0的就要單獨另外購買 它沒有在任何的組合裡面 那我們在結束之前再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柔光到底是什麼東西 柔光除了我們光線表面的材質 影響柔光的效果以外 我們的光源大小跟我們的被射物的相對關係 也是有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拿一塊小的板子 超級靠近我們的被射物 它也就可以變得非常柔和 如果你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光源 但是你放在非常遠的地方 那它還是會成為比較硬的光源 所以我們光源大小跟被射物的大小 相對關係也是要好好考量一下 你才能製造出你想要的柔光效果 OK 這裡有我們今天的CRLS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